只要沒有遵守規定 我們抱歉 該法一定重法 絕不寬待 昨天台南跟桃園都有發生 居家檢疫者逃跑來看跨年 是不是您擔心的事情果然發生 居家檢疫會一直要求 我們所有的同仁們 不但要嚴格落實 關懷 同時也了解行蹤 更重要 要常常以視訊來慰問他們 讓居家檢疫者能夠備受關懷 也同時拜託要求他們 絕對要遵守規定 只要沒有遵守規定 我們抱歉 該法一定重法 絕不寬待 那其他的居家檢疫的各縣市 我相信也是用這種態度來面對 我也在這裡呼籲居家檢疫者 一定要按照國家的規定來做好 我們有很多次的 也許有很多次的 都在網站上 我們可以留下 我們會找到 我們有很多次的路程 我們可以去看 我們有很多次的路程 我們可以去看